第九百一十一集 从你身上取点东西 陈雄的咆哮声回荡在耳畔 夹杂着射人的威压 让公孙秀战战兢兢 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但他心思却异常灵活 脑筋急转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举将是口中说的他 应该便是那位轻衣男子 或者与轻衣男子有渊源的人物 比如祖宗 比如师门长辈 当时之人里 只有他与干尸有约定 这具僵尸是什么身份 那位轻衣男子又是何身份 其中必然隐藏着极大的隐秘 看僵尸的姿态 似乎很注重某件东西 他以为轻衣男子将东西给我了 可 可我没有啊 直接告诉他事情的话 会不会被认为是没用的废话 从而杀死 他会不会因为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愤怒的杀光我们所有人 公孙秀一瞬间想了很多 思考着该如何应对僵尸 度过此劫 公孙向明和其余武夫 不知道其中曲折 见侄女 大小姐 一句话拯救众人 并让可怕的僵尸出现明显的情绪波动 他们惊讶的瞪他眼睛 难以置信这简单的一句话里 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奥妙 公孙向明神荣憔悴 他喘息几秒 猛的想起了什么 扭头看向清古老道和几位中午游湖过的武夫 这句话似乎是秀儿说的 湖中偶遇的那个神秘高人说的话 公孙向明看见了清古老道和几名武夫 瞠目结舌的模样 他当即知道自己没有想错 而这个时候 公孙秀已经做出决定 他打算坦白 虽然这会让自己等人的废物人设立刻凸显 让僵尸失望 但在不清楚僵尸是否有办法甄别谎言的前提下 坦诚是最好的选择 至少还有回旋余地 另外 他于心底相信 那位清衣男子既然只说了这句话 没有交代其他 那肯定是笃定这句话对僵尸有特殊的约束力 前 前辈 公孙秀嘴皮子不太利索 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句话 是晚辈今日游户时偶遇一位高人 他得知我要探索这座大墓 便说如果在墓中遇到 把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 而后小心翼翼地看向僵尸 观察他的反应 赶时听完 哭狗的脸庞露出人性化的 失望的表情 也是 他离开一年不到 即使要还我 也不可能这么快 使我奢望了 他让你传这句话给我 是在警告我 别试图攫取精血 冲开封印 当日他将我封印在此 与我做过约定 要么在这里忍受孤独和寂寞 永远地等待着 要么死 哼 我选择了狗活 这尊恐怖怪异的将尸被封印了 而封印他的人 就是湖中偶遇的轻衣男子 不是祖宗 不是师门长辈 是那位轻衣男子 而这一切 只发生不到一年的事情 等等 公孙秀想起了此地的坍塌 一路走来的情况 他忽然有所醒悟 雍州城近年来没有地动 但这座大墓发生过的 规模极大的塌险 结合僵尸方才的话 公孙秀心里有了猜测 在过去的一年里 某个无人知晓的时间段 那位轻衣男子曾经来过地宫 并与干尸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 导致了地宫的坍塌 我的天哪 公孙秀叹息般地吐出一口气 心里涌起惊讨海浪 那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就如此可怕 中午在楼船里的武夫惊骇得张大嘴巴 终于知道中午那位年轻人是何等可怕的人物 难怪 难怪他能预测天气 这只是他神鬼莫测手段的冰山一角 清古老道脸色既有恍然又有错愕 他料定那位轻衣男子不是凡俗之辈 却没料到竟是此等神仙人物 还是低估了 你们运气好 我便不杀了 你还是来了 干尸声带像是腐烂了 说话声嘶哑难听 偏还喜欢节节怪笑 让人闻之胆寒 来了 谁来了 众人心里一灵 纷纷回头看去 火色的光芒跳跃 映出一道模糊不清的人影 浑身泥泞 手里拎着一把刀 是 路过雍州 过来看看你 那位突然出现的人影笑道 他一开口 公孙秀立刻便听出他的声音 徐前辈 几名中午时 有幸见过神秘高手徐谦的武夫 面露狂喜 这位大人物来了 意味着他们彻底安全 再无性命之忧 他就是秀儿说的那位神秘高手 封印了僵尸的高手 公孙向明心里生起鸣雾 徐谦身影诡异消失 出现在干尸和公孙秀等人中间 语气略显焦躁 给人感觉心情不好 速速滚蛋 到外面等我 公孙秀等人如蒙大赦 早已没了探保的心思 连滚带爬的往外撤离 干尸没有阻止 等众人离开后 他看向许清安 差异道 刚才 那是古神的手段 准确的说是南疆古族的手段 许清安纠正了一句 招手射来脚边的火把 高举照亮干尸 枯高可怕的模样 这次来找你 想是拜托你帮忙 从你身上取些东西 他盘左在地举着火把 借你的指甲毒液和湿气一用 你要练法器 许清安点点头 一袭破烂黄袍的干尸没有答应 忽然盯着他 漆黑的眼珠子里闪过幽深的光芒 你被封印了 眼光不错 不愧是最少一品高手退出的肉身 这份胃格一眼就看出 我身体状态有问题 该是眼神微闪 许清安满不在乎的孝道 我试图效仿你主公 于是弑君称帝 遭到了当代一品术士 坚证的狙杀 如今修为被封印 说着 许清安解开衣巾 给他看自己体表镶嵌的钉子 你 甘尸脸色微变 你体内的那种怪物呢 他为何没有出来见我 甘尸真正重视的是神书和尚 而不是作为宿主的许清安 但看到这些钉子后 他忽然意识到不对劲 这小子 如何拼借自身的能力 扛住这些堪称致命的封印 他沉睡了 当日市军后 我与他联手对敌一品术士 不敌 我被封印 他则陷入沉睡 对了 我已经晋升三品 不死之躯 不死之躯 难怪 难怪他收到这样的封印 还可以火蹦乱跳的 敢是神色一下变得复杂 当初是 这个小子修为浅薄 不过是一只蝼蚁 这才多久 便已经踏入三品五福 不死之躯的境界 他斟酌了一下自己现在的状态 大部分力量都被封印 根本无法对付一个三品五福 虽然这小子同样被封印 但体内沉睡的那宗怪物 如果惊醒 星骨的能力蛮好用的 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引导 根本谈不上控制 许其安心里嘀咕 表面依旧平静 我不会白拿你的东西 我会试着帮你找找那位主公 事实上那天之后 我一直有关注你的主公 调查大梁盲朝 许其安再次利用心骨做出引导 干尸眼睛一亮 注意力全被这个话题吸引 第912集 高人 这并不是星骨的能力有多大 而是类似的话题 本身就是干尸最关注的 星骨只是起到辅助作用 让关注的更关注 关心的更关心 从而不会分心其他事 比如被刺许其安 大梁王朝的历史在远古时代 神魔时代终结 人妖两族崛起 神魔后裔霍乱九州 那段历史充满着动荡和混乱 儒家未曾出现 没有一套常规的详细的史书留下 不过 我们依旧可以从侧面推测出很多东西 比如 你那位主公退下救身区 重塑心肉身后 无外乎两种结局 一 他早已陨落 二 他换了一个马甲 干尸眉头紧皱 马甲 此话何解 马甲就是换一个身份的意思 比如 徐签是我马甲 比如有时候 徐二郎 也是我马甲 你可知得气运者 不可长生这个规则 得气运者 不可长生 甘尸难难念叨 摇了摇头 你不知道 这意味着你的主公 当初弑军谋逆 登基称帝时 他也不知道这条规则 后来他杜劫失败 从而清楚了这条规则 因此才退下旧身区 斩断于过去的一切 包括你和气运玉玺 许清安笑了起来 这很有意思 得气运者不可长生 是如今九州巅峰层次 人尽皆知的规则 但在远古时代 知道这条规则的人少之又少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人族才刚刚崛起 整个族群尚未凝聚出庞大的气运 气运对于当时的人族修士来说 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那位疑似走人宗路子的远古道人 察觉到气运能助他修行 于是斩大蛇成国师 得到巨大的声望和气运 最后索性斩国君登地位 就如同他斩真得地一样 可后来他发现自己修为越来越高 却再也难以摆脱气运的桎 难以长生 于是借天结金蝉脱俏 分离出部分魂魄 退去旧身区 斩断了于过去的一切联系 结合壁画的内容 这个推理符合逻辑和事实 这道人有点东西啊 同样是气运缠身 高祖武宗这样的一品武夫都顾去了 儒胜也顾去了 历史上修为高绝的开国大帝 没一个能长生 骗他能强行斩断一切 他怎么做到的 这其中肯定有我不知道的 很关键的一步 许清安收拢发散的思路 继续说道 他把你和气运玉玺留在这里 证明他已经成功与过去做了分割 那么以他的修为 时光斩不了他的 他必然还活着 倘若他后来成为了钞品 那么排除古神 任何一位钞品都有可能是他的马甲 马甲就是新身份的意思 若是他没有成为钞品 想必是潜伏起来了 或许在图谋什么吧 但终归是没有死 没有死 没有 没有死 甘师眼里闪烁着人性化的情感波动 悲喜交织 见他情绪波动如此剧烈 许清安喝了一声 这个结果还算满意吗 甘师缓缓点头 许清安也很满意 轻扣地书碎片表面 照出太平刀 他一手握刀 一手拉起甘师的手 哎呀呀呀 这指甲几千年没剪了 你扣鼻孔的时候 不怕戳到流鼻血吗 甘师指甲漆黑 与人类的指甲不同 他的指甲更像是某种 大型猛兽的爪子 坚硬锋利 却不算长 许清安握着刀 当当当的 砍的是火星四箭 好不容易才砍下一片 如果只是炼制法器 一枚指甲足矣 但甘师身上的材料罕见 许清安刻意没有点出数量 就是本着能耗多少算多少的原则 一连斩下五根指甲 甘师握了握拳 有些不适应空荡荡的指头 见许清安又拉起他的另一只手 失脸断失一变 你别太过分 许清安适可而止 接着在干湿的允许下 横刀在他脖颈割开皮肉 取了十毫升左右的浓稠青黑液体 封在了小玉瓶里 至此 未冤复活所需的材料 集了两件 许清安松了口气 只觉得内心身处安定了许多 由衷欣喜 最后才是借对方的湿气 瘟养尸骨 甘师嘴中喷出两道黑烟 鸟鸟挪挪在空中宁儿补伞 一看就是剧毒之物 许清安收缩小腹 稀气 黑烟鸟挪的涌入他的鼻孔 刹那间 他像是喝酒上头的人一样 瞳孔涣散 脸颊凸起漆黑的血管网 让他看起来猙獰可怕 这个过程持续了足足二十分钟 他才彻底消化湿气 黑色血管网退去 瞳孔恢复焦距 他闭目感受一下七绝骨的变化 象征着尸骨的能力有了质变 一跃成为天骨之下最强的骨术 现在的他 能较为完美的操控三位七品各体系的高手 较为完美 指的是能还原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战力 技巧 干事忽然眉头一皱 你盯着我看左身 许清安表情诚恳 我突然觉得你还蛮眉清目秀的 这干事面无表情的看着他 许清安消灾一笑起身坐一 告辞 他转身离去毫不留恋 一路走出地宫穿过石门 他举着火把 在某处墙边停下 用脑袋倾壳墙壁骂骂咧咧 太那么尴尬了 太那么尴尬了 过了一阵 抚平内心的鸡皮疙瘩 许清安清车熟路的返回地面 秋雨绵绵 带着寒意 打在脸上 肩上 拨颈上 他扫了一眼 发现公孙秀等人 还在洞外等待着 或穿缩衣 或带斗笠 或什么语句都没有 见到许清安出来 公孙秀如实重负 攻身抱拳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他身侧的武夫们 攻身抱拳齐声说道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许清安害手 小时一桩 断了断 在公孙秀等人面前开口 他嘱咐道 墓中古诗凶悍 三瓶以下进入其中死路一条 巅峰时期三瓶武夫也未必是他对手 自今日起 封了洞口 严禁任何人闯入 古诗若是吞食精血恢复 雍州将化为炼狱 这件事 公孙世家要负责到底 三瓶五福都未必是他对手 众人瞳孔不受控的扩大 心跳加快 涌起强烈的后怕 他们何止是在鬼门关转一圈 简直是和阎王喝了场花酒 能回阳间纯粹是阎王喝高了 是 公孙秀抱拳 抿着红唇 秀美的脸蛋布满严肃 后卫一定守住此山 以报前辈救命之恩 顿了顿 他壮着胆子问道 不知前辈是何方高人 这个问题有些冒犯 但受了对方大恩 问恩公的身份倒也合理 许清安并不回答 白白手 静止朝山下走去 就在公孙秀等人失望之际 那席渐渐引入黑暗的青衣 高声说道 得到年来八百秋 不曾飞溅取人头 玉皇未有天福至 且获乌金混世流 第九百一十三集 下呼 得到年来八百秋 不曾飞溅取人头 清古老道喃喃自语 火把的光芒映照着他苍老的脸庞 呆滞的目光里酝酿着激动 得到年来八百秋 这位高人是八百年前的人物 天哪 岂不是比大凤的国陵还高 岛州时期的神仙人物 神仙 神仙啊 周围的武夫们激动的浑身发抖 他们已经知道地宫下面封印着一具可怕的古石 知道那里的坍塌式大战所致 也知道了今日五十日在杨白湖发生的奇事 这些方才公孙秀等人上来时已经告知众人 因此听见这首诗 没人怀疑清衣男子的水分 认定了他是属于那种平宗一线的世外高人 公孙秀微微动容 火光把他的脸庞染成温润的橘色 黑润的毛子里跳跃着火焰 他望着清衣男子消失的背影 久久无法收回目光 许清安下山后 沿着山坳绕了一大圈 进了山脉西侧 他在山中漫无目的地搜寻着毒草 追寻剧毒的花草 是毒蛊的天赋能力 哪怕许清安对毒药一无所知 只要容纳毒蛊 与他合二为一 就能从毒蛊身上继承这项能力 他耗费了足足一整晚 找到十几种毒草 毒性强毒不一 毒性浅的至多让人上吐下泻 毒性深的可以间歇封喉 此外他还挖掘出不少冬眠的毒蛇 提取了他们的毒液 药铺里能买到的剧毒之物有限 其品类单调 这不利于毒蛊的发育 趁着这趟出门 他干脆在这里搜集一点毒药 回去之后 搭配蛊石的毒液 调制出间歇封喉的剧毒之物 围养毒蛊 这能让他的实力再长几成 拥有更强的应对风险能力 哼 我感觉在这样下去 江湖中会出现一位毒君子徐签 没准还能位列江湖百强榜呢 也有可能是采花大盗徐签 生死之交徐签 寿王徐签 当然 徐签做的事 和徐签还有什么关系啊 我依然是大奉百姓心目中的神 这一次 徐签这个马甲不能掉了 他收集好毒草 毒蛇液 找了一个水潭 清理身上脚上的泥浆 他在天亮前回到了居酒楼 大唐里 店小二趴在柜台前酣水 几个炉子里烧着热水 炭火已经非常微弱 像这样的大客栈 秋冬两季 彻夜供应热水是最基本的服务 店小二并没有发现一道身影无声无息的潜入客栈朝着住房区行去 许清安走在漫长的狼道里 尔阔忽然移动 听见某个房间里传来男女欢好的声音 窗铺有节奏的歌之清响 男人的喘息和女人的闷哼声交织在一起 真是的 纯练也太早了吧 距离天亮还有两个时着呢 许清安心里嘀咕着 从发出不可描述声音的房间经过 继续往前 说起来 暗谷和情谷搭配 简直是采花贼梦寐以求的手段 这让他愈发欣喜自己脱离了粗笔武夫的范畴 睡一个足够花里胡哨的成熟的江湖侠客 来到尽头的房间 明亮的烛光透过门缝照出来 哎 他还没睡 许清安敲了敲门 房间里没有声音回应 但许清安听见的轻微的 拉被子的微响 以及紊乱且剧烈的心跳声 他又敲了一下门 里面依旧没有回应 他身体化作阴影消失 随后从桌底的黑影里钻出来 温暖如春的卧室里 摆设雅致 宽大的紧踏上 木楠枝蜷缩着 被子拉过头顶 盖住脑袋 瑟瑟发抖 不是吧 害怕的一晚上没睡 知道你胆子小怕鬼 他这也太怂了吧 他本来就是个喜欢逗女人的家伙 见王妃如此不济 当即悄悄地靠了过去 双手悄悄伸入被褥 从被子里透出一条缝 看向门口的王妃 并没有注意到那双深入被窝的手 就在她高度紧绷时 一双冰凉的小手突然 鼓住了她的小腰 耳边传来一声大叫 嘿 王妃嗷嗷嗷的一声 整个人弹了一下 发出高分贝的尖叫 他像个只学过几手 三脚猫功夫的憋脚噱徒 胡乱踢腾双脚 在被窝里打王八拳 红润的小嘴里 不停地发出嗷嗷尖叫 明明只是掐了他的腰 一下而已就松手了 结果后遗症这么大 他提打尖叫了好一会儿 才渐渐安静 然后听见床边传来熟悉的笑声 含泪看去 许七安坐在床边 笑出了眼泪 我跟你拼了 慕南枝一边哭着一边扑过来 要手撕许七安 闹腾一阵之后 发现自己的武力值和目标 无法匹配 他就裹着被褥 侧着身 背对着他独自生气 在心里默默诅咒 喂 刚才是不是吓坏了 我跟你说过 天亮前会回来 咱们午膳吃什么 雍州这个季节 最好吃的还是虎歇 许七安试图用聊天缓和气氛 他那赌气的没有回头 恶娇的女子向来难哄 何况是受了这么大委屈 但两人都没意识到 其实刚才真正出格的 是掐小腰那个动作 而不是吓唬本身 许七安坐在大岸后 在明亮的烛光中 思索着搜索龙器的事 招魂中的材料很难收集 短期内不可能再搜集到其他材料 集到古诗的指甲和毒液 已经是圆满的完成任务 接下来他要思考如何收集龙器 雍州作为大奉十三州之一 肯定会有龙器宿主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雍州城以及下辖郡县州 几百万人 哪怕我本身是个小型雷达 也不可能走遍雍州的每一寸土地 况且真要这么做 那就太傻了 效率太低 得想一个省时省力的办法 他联想到了地宫古诗和公孙世家 心里隐隐一动 一个模糊的想法浮上心头 但一时间难以成形 这时他听见了均匀的呼吸声 慕南枝不知何时睡了过去 呼吸平稳 睡得无比安心 烛光里 他笑了笑 眉目温和 第九百一十四集 我们遇到了一个高人 一日 公孙山庄 公孙秀骑成快马 在天亮前赶回山庄 直奔父亲公孙向阳居住的大院 公孙向阳是化尽巅峰五福 距离四品只差一步 在雍州城地界算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正常来说 一以州之地总会出三四个四品五福 毕竟几百万人口的基数在那里 雍州也有四品高手 只不过投效了朝廷 再朝为官 这年头 在江湖上组织势力能和当官相比吗 像建州这样武道昌盛的地方属于个例 要不怎么说建州是大凤江湖的武学圣地呢 公孙向阳刚从一位美妾软软的肚皮上爬起来 在丫鬟的服饰下穿衣洗漱 他今年四十三岁 正是年俘立强的时候 今年已经成功让三名妾室诞下子嗣 床上这个是辛娜的小妾 年纪十八 比他最倚重的女儿公孙秀还小两岁呢 公孙向阳打算今年让他也怀上 对于江湖史家来说 只要道具还能用 就不能忘记为家族开支赛业的重任 武道之路太吃天赋 人口基数越大 出现天才的几率也越大 那些生孩子只生单数的家族 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 还没洗漱完 便见自己倚重的闺女 风风火火地闯进院子 站在院子里叫声说道 爹 有急事 知道女儿昨夜组织族人下目探寻 公孙向阳当即从丫鬟那里 抓过旱金擦了擦脸 打不除 公孙向阳看着风尘仆仆的女儿 大吃一惊 秀儿 短短一夜 年方双十的闺女竟憔悴了许多 脸色苍白 眼神疲惫 不负以往名谋好尺 精神奕奕的气象 女儿气血大量流失 休养一段日子便会恢复 公孙向阳脸色顿时严肃 上下审视女儿 见她没有受伤 微微地松了口气 大墓里什么情况 族人伤亡如何 女儿回来就是为了此事 此地不宜说话 爹 去书房 公孙向阳无声点头 扭头朝屋檐下的丫鬟吩咐道 同志伙方 给大小姐准备药膳 越滋补越好 妇女俩进了书房 公孙向阳打开书柜后的暗格 抽出一个木盒子 挡着公孙秀的面打开 铺着黄绸布的盒子内部 躺着一根品相难砍 皱巴巴的紫身 它只有一根中指那么长 但根须密密麻麻 像缠绕在一起的线条 这种品相在人生中极为少见 这紫玉身王 是爹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一夹子长到萝卜那么大 再一夹子 公孙向阳指了指盒子 就变成这样了 浓缩了精华呀 是一等一的大不要 爹将来要是年纪大了 就全靠他 公孙秀看了一眼 摇头说道 既然是爹留着年老后 延延易寿的 女儿便不要了 女儿不是非吃这些东西不可 公孙向阳厚着脸皮 黑黑两声 这东西哪能延延易寿 这东西是爹将来年纪大了 给你生弟弟妹妹使用的 所以是大补药 八十岁老翁 也能重振雄风呢 公孙秀没好气地说道 你生再多的儿子 也没我能打 家主之位肯定是我的 公孙向阳呵呵笑 那也得生 生到一个天才 还能给你施加压力 再不计 也能给你添几个帮手 公孙秀翻了个白眼 接过父亲扯下来的 几簇根须 嚼了几口咽下 家主公孙向阳年轻时是个有趣的人 吃喝嫖赌无一不惊 要不是天赋实在太强 家主之位根本不会轮到他来坐 当了这么多年 家主性格依旧那样 不至于嘻嘻哈哈 但所谓上位者的尊严 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 妇女俩讨论起家主继承人的事 反而更放得开 更坦然 公孙向阳见女儿脸蛋涌起一抹嘲红 气色豪转了许多 心底悄然放松 试着炼化药力 别浪费了 你们在墓里遇到了危险 公孙秀在大椅上坐下 一边炼化小腹滚烫的热力 一边说道 我判断的没错 那些死在墓里的人 并不是死于阵法 而是死于强大的鹦鹉 昨夜我们成功把他调出 经过一番苦战才杀死 若是在地底遭遇他 恐怕要死不少人才能杀死 当下把围杀鹦鹦的经过说给父亲听 做得不错 公孙向阳听完微微汗手 二号我们组织了十八位好手下墓 墓中曾经发生过规模极大的坍塌 毁了七七八八 根本挖不出有价值的东西 直到进了主墓 说到这里 公孙秀眼里闪过恐惧 后怕等情绪 公孙向阳心中一领 追问道 着墓里有什么 地底大墓里有一具古诗 年代不清楚 我们下墓时遭遇了他 非常强大 张嘴一息便生出气血 他着重讲述了古诗的可怕 让一星十八人毫无反抗之力 公孙向阳蹭地跳起来 双手撑着桌岸 瞪大眼睛 雍州里有这么可怕的怪物 不应该啊 不应该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不可能这么多年毫无声息 听你话里的意思 他极度渴求精血 公孙家主又惊又惧 雍州是公孙世家的大本营 弟弟真要有这么可怕的东西 那于雍州来说绝对是大灾难 公孙向阳的第一反应是通知官府 让雍州布政史上书朝廷 朝廷派遣高人来处理此事 那股市绝非四平可以定论 协议可怕 或许或许有三平 朝廷没有三平五副 但四天剑的数是能解决 总之把事情通报上去就对了 王朝能统治中原 哪怕如今国力衰弱的厉害 也不是江湖势力能比拟 等等 念头急转间 公孙向阳突然醒悟 他瞪大眼睛看向闺女 你 你们怎么回来的 如果古事真有他描述的那么邪意可怕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应该是他的亡魂 不 恐怕连亡魂都不会有 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高人 高人 公孙秀汉首 这还得从昨日午时说起 我在杨白湖宴请几位侠士 无意中看到王继瑜防楼船里 有个孩子不慎跌入湖水 清谷道长说 那是暗谷部的手段 于是 我想邀请他一起探索大墓 像这种拥有诡诀手段的人 在墓中能发挥的作用要超过五副 他没答应 不过走之前 留给了我们两句话 公孙向阳忍不住眯眼 似有震惊 但耐着性子没有插嘴 听女儿说下去 第九百一十五集 师门败泪 一句是 如果在墓中遇到危机 可以说出 你忘记与那人的约定了吗 另一句话是 今晚有大雨 记得带雨句 公孙向阳立刻望向窗外 蒙蒙细雨 这场秋雨 证明了那位高人 拥有预测天气的能力 前一句什么意思 他脸色严肃 却又难耐好奇 公孙秀没有直接回答 继续说道 昨夜进幕后 我们在主墓时遭遇古事 原本是必死无疑的 我想着试一试 这句话也无妨 于是大声说了出来 结果 结果怎么样 公孙向阳身子微微前倾 古事果然罢手 没有杀我们 公孙向阳 瞳孔微不可查地 收缩了一下 分析道 那位高人和古事有交集 约定 是不是正因为那位高人的存在 所以古事一直待在墓中 没有出来作乱 公孙秀点头 给予肯定的答复 古事是被那位高人封印的 墓穴中的坍塌 正是两人交手所致 这一切发生时间不足一年 随后那位高人出现在墓中 似乎与古事进行了深谈 我能感觉出 古事非常忌惮他 非常忌惮他 一个邪义可怕的古事 非常忌惮他 公孙向阳盯着女儿的眼睛 后来呢 那位高人还有出现吗 知不知道他的根脚 公孙秀露出一抹敬仰 我试探过他的身份 他没直言 但留了一首诗 什么诗 公孙向阳声调陡然拔高 得道年来八百秋 不曾飞剑取人逃 玉皇位有天福智 且获乌金混世流 得道年来八百秋 公孙向阳紧握拳头 能结诗这样一位高人是何等的机缘 爹就知道你是有大福分的孩子 选你做家主是最正确的决定 他一脸的兴奋和激动 爹 那位高人走之前交代过 不得再入大墓 并且嘱咐我们守护好大墓 不能让人进去 尤其是江湖散人 公孙向阳平复情绪汗首 这是应该的 古诗出事 庸州不得安宁 我们也就不得安宁 江湖势力的地盘意识很强 享福的同时 也会尽量维护一方安稳 因为这也是在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朝廷纵容江湖帮派 不管是王真文还是魏冤 都没有刻意去打压 原因就在于此 一个守规矩的江湖势力 对治安其实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真正的不稳定因素是什么 是那些四处浪迹的散人 那些家伙食不杀一人 事了服一去 并且还能深藏公与名 无以利犯禁 多指这部分人 但不能完全由我们公孙家来扛 我稍后拜访一下龙神堡 把大墓的情况告诉雷宝主 不管怎样 也要把他们拖下水 公孙向阳说完 思考了几秒 派人去问问王继渔房的人 记不记得那位高人 再派人在城里暗中打探 如果能找到他 得亲自上门拜访 找不到就罢了 云雾缭绕 仙山若隐若现 白鹤提脚 猿猴攀岩 兵仪援军脚踏仙鹤一妹翻飞 身下是缭绕着云雾的一座座仙山 仙鹤震翅带着他朝主风掠去 不多时 一座巍峨的仙宫出现 他掩映在四季长青的林莽间 傲力风顶 兵仪援军琉璃般清澈的美眸里 闪过一道红光 对面遥遥飞来一道红灵 缠着一位先锋道骨的中年道士 玄成师兄 兵仪援军红唇清起 声音宛如冰块碰撞 清冷月耳 兵仪师妹 玄成道长汉手 表情同样冷漠如霜 两人不再多说 驾驭着各自的坐骑 法器向着仙宫而去 降落在仙宫外的巨大广场 仙宫巍峨 十八根立柱撑起高高的穹顶 一条红毯通向宫殿尽头 红毯尽头 两丈高的台积上 盘坐着一位悬色道袍的老人 他须法洁白头顶莲花罐 盘坐在洁白的莲花枝上 脑后有一道四色轮转的光运 象征着地风水火 红毯两侧站着七位道士 昆馆钱馆皆有 一个个眸子流离 冷漠无情的模样 同样冷漠无情的兵仪援军 和玄成道长飞入大殿 冷冰冰的行礼 冷冰冰的开口 天真 盘坐在莲花台 身穿玄色道袍的老人 低眉闭目恍然不绝 但她的声音 回荡在殿内 有弟子传回情报 李妙真入室两年 成了明镇中原的飞燕女侠 兵仪援军淡淡说道 先入室再出室 甚好 李妙真是她的亲传弟子 天座依旧低眉闭目 像是睡着了 声音飘渺回荡 她先行侠仗义 劫富济贫 名誉中原 后于云州组织军队剿匪 得大奉朝廷和民间赞誉 不久前 大奉皇帝贝珠 他一身在其中 兵仪 你教的是江湖大侠 还是天宗弟子 天宗弟子入室修行 须把握分寸 入室不能沉沦 李妙真已然走错道路 他为天宗圣女 是门中弟子的典范 兵仪援军 冷冰冰的 天尊想让我如何 捉拿李妙真回宗门 重新研读天宗宝典 尊法旨 玄成道长看向天尊 天尊赵师弟 又未合适 圣子一年前失踪 玄成道长看一眼兵仪援军 弟子这就下山寻找 捉拿圣子回宗门 重新研读天宗宝典 这是何意 他入江湖之后 一年中 与超过百位的女子 截下情缘 玄成道长冷若冰霜的脸庞 轻轻地抽搐一下 一位女贯冷冰冰地说道 天尊不如废去圣子圣女 另立新人 这两名师们拜位便逐出天宗吧 天尊不说话 低眉闭目 像是睡着了 第九百一十六集 有两位爷爷找您 龙神堡建在距离雍州城二十里外的湾龙河 这里有一座繁华的大镇 湾龙镇 龙神堡就是湾龙镇 以及周边村落百姓眼里的土皇帝 在百姓眼里 龙神堡说的话比官府还要拐用 湾龙河宽二十多丈 操运业务发达 湾龙镇上唯一的码头 就被龙神堡掌控 靠着这个码头 龙神堡赴得流油 靠龙神堡吃饭的百姓多如牛毛 正因如此 镇上百姓遇到纠纷 就喜欢找上司龙神堡处理 久而久之 连湾龙镇的治安都归了龙神堡管 当代保主雷正是个火爆脾气 眼里揉不得沙子 很重视规矩 处理事情铁面无私 得了一个雷公的美誉 雷公雷正 膳食大刀 无品无辙 与公孙家主不同的是 他是个不尽女色的无聊之人 每日只爱练刀 持着一口大砍刀潜入河底挥刀 不挥够五百次绝不上岸 镇上的百姓都说 如果哪天看到某段河面波涛汹涌 那一转是雷公在河里练刀 龙神堡 大堂内 雷正喝了一口茶摸着手边的大砍刀 声音嗡嗡作响 我要去练刀了 你有什么事 长话短说 别打搭我练刀 雷正今年刚过五十 身高一米九 光头 浑身肌肉膨胀 体格比年轻人还要强健 给人的感觉是那种 一言不合就会拎刀砍人的满汉 事实上 他确实如此 雷正的身侧是嗜好女色的公孙向阳 这位年少时的花花公子笑咪咪的 你练了这么多年的刀 多久能进四品 雷正冷着脸 这与你无关 我得防着你啊 哪天你晋升四品 一刀把我砍了怎么办 龙神堡的历史比公孙世家要短 当年龙神堡先祖来雍州打天下 没少和地头蛇公孙世家发生冲突 双方的子弟日日争斗 闹出过不少人命 后来因为团战规模太大 影响到了百姓 对雍州的治安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 雍州城官府介入其中调停 当然那是两百多年前的事了 时至今日 双方虽仍有摩擦 但都在合理范围内 目里出状况了 公孙向阳的一句话 打消了雷正送客的意图 这位肌肉膨胀的光头宝主 眉头微皱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南山那座大幕 已经被公孙世家占据 基于默契 龙神堡不会再插手其中 除非公孙世家主动邀请 公孙向阳把目的的情况 以及轻衣高人的事 转述给雷正 雷正双眼瞪得滚圆 与出门消息的公孙向阳一样 升起了门口埋了炮弹的危机感 冷静下来后 他冷冰冰的盯着公孙家主 我凭什么相信你 公孙向阳徐徐说道 你可以亲自下目看看 如果不怕死的话 那位高人的住处 我已经查出来了 就在居酒楼 他让公孙家勘劳南山 南山太大 想要勘紧了 需要不少人手 龙神堡和公孙家 都是在雍州混饭吃 他们不能置身事外 另外 我说的是真是假 咱们亲自去拜访那位高人 不就知道了吗 你是自己想去 但又不敢 于是拉上我壮胆 分探风险吧 公孙向阳黑黑笑着没有反驳 雷正捂我刀起身 在这儿等一个时辰 我练完刀再和你去 你竟不把那位高人放在眼里 高人不高人 全凭你一张嘴说 雷正保持怀疑态度 毕竟他既没下过目 也没在杨白湖吃过谢 仅凭公孙向阳的一席话 就想让他诚惶诚恐 公孙向阳蔫坏 只说是高人 却没说那首诗 不然雷正的态度会端正许多 居酒楼 桌边 摆放着新鲜的毒草 几枚瓷瓶 无两枝吗 许清安问殿小二 讨要来倒药罐 把毒草一股脑的丢进去捣烂 然后倒入毒蛇液 继续砰砰砰的倒 坐在窗边 木楠枝抽了抽鼻子醋梅 嗯 什么味儿啊 好难闻啊 把窗户打开通风 我在制作毒丸 说话节 他抓起一把芝麻 撒进导药罐里 王妃一眼打开窗户 但他并没有趁机呼吸新鲜空气 而是走到桌边坐下 娇横地拍掉许清安的手 夺过罐子 他指尖沾了些毒液 放在小嘴里瞬息 然后巴唧一下甜甜嘴唇 这些毒草药力一般 对你没什么帮助的 蛇的毒液味倒是不错 对花神来说 毒草也是草 毒花也是花 和普通花草并无区别 许清安直呼内孩 两人就此展开讨论 像是在讨论 共同喜爱的某种美食 我这次去地宫 找古师借了些毒液 数千年尸体中孕育的精华 他能极大程度的刺激毒蛊 使其进化 许清安说着 取出了装了蛊湿毒液的玉瓶 拔开筛子 味太重了 木男之捂着鼻子溜走 许清安倾斜小玉瓶 粘稠的青色液体 缓缓倒入 滴入罐子 瞬间 倒药罐里的草渣染成了深邃的清黑 只看色泽 就能让人联想到毒性 接着 他把倒药罐放在小炭炉上 用文火制烤 烤到微微干燥便停止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把他们团成小药丸 每天服一例 古诗的毒液过于猛烈 以毒蛊现在的水平 一次性无法承受过量的毒性 不然会被毒死 小药丸团好之后 许清安把他们逐一摆在桌面 自然晾干 空气中充满了毒素 换成普通人在这里 不超过一盏茶 定然毒发身亡 慕南枝坐在窗边 边翻白眼 边看他在闹市街买的贤书 这时房门敲响 电小二的声音传来 客官 有两位也找您 找我的 许清安一愣 语气平静的回复电小二 何人 他们一个自称公孙向阳 一个自称雷正 公孙向阳 公孙家的人 雷正又是谁啊 许清安 陈银片刻 请他们进来 他猜测公孙向阳是公孙家辈分极高的人 或是公孙家主 按照规矩 一位得到年来八百秋的隐世高人在此 公孙家区区一个江湖势力 若要来拜访 必定是家族中德高望重之辈 不可能派一个晚辈或家族中的小人物过来 最次的也得是公孙秀这种家族继承人 至于雷正 许清安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但既然和公孙家一起过来 应该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需要我去屏风后面一臂吗 王妃抬眸看过来 不用 去把门栓拉开 王妃撇撇小嘴 摇着少傅风于诱人的屁股走到门口 拉开门栓 恶请两个脚步声在门外停下来 接着一个唇厚的声音恭敬的说道 前辈 在下公孙家主 公孙向阳 门没锁 第九百一十七集 跳水 房门推开 近来一位穿棉衣的中年男人 脸上挂着笑容 眼角 鱼尾 闻明显 这是习惯性的笑容造成的皱纹 另一个老者身材魁梧 背着一口大砍刀 光头 气质灵力 给人凶悍 不好相处的印象 龙神宝主 雷正 光头老者抱拳 声音雄浑 聊聊 许强 这一刻他目光温和 双眼蕴含着岁月洗涤出的沧桑 态度云淡风轻 却透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威严 可惜 鬓角少了两抹斑白 公孙向阳不动声色的扫过房间 目光在大凤第一美人身上一掠而去 矜持又谨慎的坐了下来 雷正就要显得大大咧咧许多 看着许强安的目光充满审视 他已去过地宫 只在外围转了一圈 终究没有冒险进入古墓 因此 对公孙向阳的话 始终是半信半疑 多谢前辈对小女的救命之恩 公孙家无以为报 定会好好守护南山 不让任何人进入墓中 公孙向阳也是第一次见到高人 好奇心并不比雷正轻 他隐晦的打亮了几眼 没看出这位高人有何奇特之处 但正因为如此才愈发恭敬 雷正试探道 前辈 那地宫里的古诗是什么身份 许强安声音温和 小人物而已 小人物 那至少三品的协议古诗 在他眼里 这是小人物 公孙向阳心里一惊 他正要说话 忽然抽动鼻翼 伴随着头晕目眩 他惊得站起来 有毒 雷正同样站起身 后退几步 两人把目光投向桌上的黑色小玩 这是什么东西 净是散发的气味 就让我无法承受 公孙向阳骇然 到了无品化尽 世上大部分毒药 都能依靠强大的肝功能排毒 眼前这些毒丸子 恐怕一粒就能毒死无品 许清安语气温和带着歉意 刚自制了几粒毒丸 准备当零食吃 这便收起来 说吧 他捏起一枚丸子 塞进嘴里细细的咀嚼 吃下去了 公孙向阳呆若目击 脸色僵硬 几倍发寒 雷正瞳孔剧烈收缩 浑身寒毛都竖了起来 惊恐的情绪在瞬间有爆炸情效 两位无品高手 目光死死的盯着许清安 盯着他的嘴 盯着他的喉咙 看见喉结滚动 意味着那粒丸子咽进了肚子 为什么要拿毒丸当灵罪 不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他果然是个可怕的人物 是影视的顶级高手 公孙向阳默默的挺直腰杆 公孙向阳没骗我 雷正被深深的震惊到了 他迅速回顾一遍自己的态度 为自己之前的轻慢感到担忧和懊恼 害怕已经引起这位表面温和高人的不满 嗯 好了 许清安把小玉萍收入怀里 其实论真实战力 他打不过无品 除非他有办法把毒药直接灌入无品高手的肚子里 除了毒之外 他缺乏有效的击破铜皮铁骨的手段 当然 武者同样也打不过他 因为七绝股手段诡诀 有太多的办法立于不败之地 等我把这些毒完全不消化 应该就能打赢无品 许清安心里想着 表面依旧平静 正好 两位就算不来 我也打算登门拜访 公孙向阳和雷正对视一眼 前者立刻恭敬问道 不知晚辈有什么能为前辈效劳 许清安望着两人 眼神温润平静 我想请两位帮忙 召开雍州武林大会 时间定在一个半月后 这是他不久前想出来的办法 与其漫无目的地寻找龙器宿主 不如想办法把他们召集过来 一网打尽 虽然武林大会面向的是江湖人士 但以人类凑热闹的天性 肯定会有家境优渥的人士 过来共襄盛会 之所以委托公孙家和龙神宝牵头此事 首先是低调 他得防备许平峰的后手 因此引在幕后是最好的选择 至于时间定在一个月后 则是考虑到消息的传播 以及交通的不便 雍州各地人士收到消息 再赶来雍州 肯定需要不少时间 这 晚辈能否问一问原因 公孙向阳试探道 许倩本来想说 借雍兵群雄的事压制股师 这样会显得高深莫测 可是转念一想呢 身为得到年来八百秋的高人 镇压股师还需要雍州群雄的帮助 这本身就很低级没有割调 于是他淡淡一笑 因为 有趣 公孙向阳和雷正一时间 说不出话来了 要召开武林大会 必须得有吸引人的噱头 不如这样 我们两家联合定一份 雍州武林百强名单 邀请雍州各路豪杰进行比试 定制排名 这对那些喜好名声的江湖人来说 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嗯 还得有重金奖励 公孙向阳和雷正喋喋不休的讨论 许千安喝着茶喊笑旁听 半个时辰后 商议出结果的两人起声告辞 等两人离开 慕南枝看着他 一针见血的问道 你刚才是不是在扮演魏冤 许千安不理会 我们明日离开雍州城 去雍州各处 转上一转 富阳县 小母马被主人牵着哒哒哒的走着 马背上拖着的 是从最帅的男人变成了最美的女人 慕南枝坐在马背上 左顾右盼 这是一个不算太富裕的小县城 不管是年久失修的街道 以及同样年久的房屋都在肇事这一点 行人的衣着也不够光鲜 样式和料子都比较平常 但富阳县的黄酒 是整个雍州都出名的 许千安这趟过来就是来喝酒的 王妃也喜欢喝酒 于是欣然同意 两人一马哒哒哒的走江湖 走到哪儿吃喝就到哪儿 途经一条小河 河上有座石板桥 白墙黑瓦 小桥流水 若是再有烟雨萌萌 家人撑着油纸伞 那便完美了 许千牵着小母马上了一座石板桥 呼听不远处传来惊呼声 她和王妃一起侧目看去 上游处一位富人随着河水 再沉再浮 情况分外的危急 两岸的行人或支支点点 或者找到竹竿 伸向富人试图搭救 富人呛了几口水 脸上扭曲 努力扑腾的想自救 但水流颇急 自身又不通水性 越扑腾 呛进去的水越多 渐渐的就剩半条命了 救人 快救人 远处的百姓 见到桥头有人 立刻高喊 纵身跃下桥头 抓起富人的肩膀 脚尖在水面 极点 轻飘飘的返回岸边 许千安脑海里 完成一系列操作 然后 她纵身跃下桥头 噗通一声 她砸入冰冷的河水里 奋力的朝着富人游去 七爵谷的七种能力 没有一个是能飞行的 周遭百姓这么多 许千安打消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利用恶暗谷救人的想法 有时候 粗笔的武夫 也能比别的体系更优雅 捞起落水富人的刹那 许千安心里涌起这样的念头 后生 握着竹竿 一个老汉站在岸边 朝许千安伸出竹竿 在老汉和路人的帮助下 许千安抓住竹竿 和富人一起被拉上岸 富人呛了口水 神志不清 她脸色苍白 五官净颇为不错 是个极有姿色的小妇人 许千安一掌拍在她的后背 妇人吐出一大口水 昏沉的神志得以恢复 但她并没有死里逃生的喜悦 反而痛哭起来 让我死吧 死了感情 这不是张伯子的媳妇吗 好端端的 跳什么水呀 哎呀 她也是个可怜人 周围的百姓 低声议论 第九百一十八集 不平事 打的打的 小母马踩着优雅的小碎布 拖着王妃小跑过来 她打了个响鼻 轻轻蹭着许千安的脸 后者不停地抚摸着她的脖颈 将她安抚 王妃则解开挂在马背上的包裹 抓出一件青袍递给许千安 而后她看一眼小妇人 略作犹豫 把自己的棉衣也取了出来 穿上吧 感染了风寒 救人也白救了 深秋季节 雍州的气候阴冷到骨子里 人刚从河里捞出来 不及时更坏衣物 趋暖一旦染病 死亡率还是很高的 老汉家就在前边 到老汉家去换衣裳吧 握着竹竿的老汉忙说道 许千安抱着干净的 青袍和棉衣做衣 多谢老人家 当即牵着马 拽着小妇人 跟在老汉的身后 周围的百姓依旧在议论 指指点点 或说八卦 或感慨张脖子的媳妇命大 遇到了一个水性好 又愿意在大冷天 不顾感染风寒 跳水救人的 走了百米不到 老汉拐入铺设鹅卵石的小巷 推开黑色的 布满腐蚀痕迹的木门 门口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 头顶是四方天井 小妇人此时已是脸色铁青 嘴唇发白 浑身不停哆嗦 如果许千安还是武夫的话 契机杜颂 很容易就能驱除他体内的含义 但契机属于武夫的专利 在中低品级时 各大体系中 只有武夫能施展契机 到了高品 其他体系随着肉身的增强 也能施展契机 但远无法和武夫相比 就如利谷 到了利纳的层次 他可以主动炼精化气 以肉身为主 契机为辅 更好的发挥战力 带他去换衣服吧 许千把大包裹取下来 丢给了木楠枝 王妃紧紧的抱在怀里 看了小妇人一眼 悄悄的把那件漂亮的棉袄 塞回包裹 取出一件不怎么漂亮的棉衣 刚才草率了 一不小心拿了件好衣裳 望着两人进了主卧 许千安在老汉的引导下 去偏房换衣裤 老人家 您要不先避避 许千安委婉地说道 老汉一愣纳闷 怎么的 后生你还害羞啊 不 我是怕吓到你 许千安歉意地笑了一下 看着老汉没说话 老汉便把干净的汗金 放在桌上 脱一出房间 许千安解开袍子 脱下礼仪 他前腹后背 各有四根钉子 潜入血肉 伤口暗红 猙獰可步 他的头顶百慧穴 更有一根钉子 封住了元神 封魔钉封印了他的修为 包括气力 如今空有三平五夫的皮屎 但挥不出足够的力量 便是想靠肉身坚硬这个特点 来杀人都难以办到 换好一套干爽的衣裳 许千安和老汉 坐在简陋的堂内 烤着炉火 炉上架着一壶黄酒 两个人闲聊着 老人家 家里就你一个人住啊 哎 是啊 家里人呢 老伴去年走了 有一双儿女 女儿嫁到外乡 好多年没回来看我了 至于儿子 老汉停顿了一下 绿月显浑浊的眼里闪过无奈 前些年水患 庄稼全没了 为了一家人填饱肚子 他随猎狐上山打猎 失足跌落悬崖 摔死了 一时沉默 许千安自己是经历过大悲大痛的人 所以不会说节哀之类的话 这时老汉提起酒壶 这酒温到刚刚好变成 废了 味儿就散了 后生尝尝 家里没有多余的杯子 许千安倾到酒壶喝了一口 眼睛一亮 味道鲜甜醇和 酸苦辣色皆有 却又恰到好处 咽下酒夜后 唇齿间富裕芳香 久久不散 京城好酒数不胜数 但这种酒 他确实第一次品尝 这时候再来一盘白切鸡 和咸煮花生就好了 许千安心里遗憾的想 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找客栈住下来 和王妃畅饮到天明 老汉满意的点头 见他一副回味悠长的模样 满脸褶皱的脸 露出笑容 听后生的口音 不是雍州本地人吧 京城来的 老汉肃然起敬 哦 原来是京城人士 难怪了 后生跟你媳妇 真是郎才女貌啊 喂喂 老人家你说这话 良心真的能安吗 许千安心里吐槽 恰好这时呢 王妃和小夫人出来 后者脸色依旧苍白 纤细窈窕的身子 因寒冷而微微发抖 老汉招呼两人过来烤火 许千安从王妃的脸色里看到了异常 似是极力压制怒火 怎么了 许千安把酒壶递给小夫人 睡他喝一口暖暖身子 然后扭头看下木南枝 老汉叹息一声 张脖子是不是又去读了 小夫人低着头点了点脑袋 见状老汉评价 看来是日子没法过了 小夫人摇摇头 眼泪啪哒啪哒的掉下来 木南枝小脸阴沉沉的 他男人把他送人了 送人呢是委婉的说法 事情是这样的 小夫人的丈夫叫张有福 是个脖子 因为残疾的缘故 干不了重活 家境一直贫寒 偏张脖子呢 是个眼高手低之人 不甘心过苦日子 于是沉迷赌博 几年下来 本就不富裕的日子 愈发的过不下去 赌博十赌九输 张脖子并不特殊 不但输光家财 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其中最大的债主 是一个叫猪二的大混混 猪二串通赌场 榨干了张脖子的钱财 而后借钱给他 九出十三规 其目的并非为钱 而是看上了张脖子的媳妇 也就是眼前的小夫人 她以债务威逼 要求张脖子把妻子典当给自己 何时能还上钱 何时再来带回妻子 走投无路的张脖子 无奈答应 签了契约 小夫人昨日被猪二带走 被迫尾身于他 金晨趁着猪二沉水 偷偷逃了出来 欲跳河寻短见 老汉听完 又叹了口气 似乎早就料到张脖子 迟早走到这一步 典七在大凤南方颇为常见 日子太平时还好 一旦遇到天灾人火 典七风气就会盛行 对于这样的风气 律法是严令禁止 但官府对此 通常是睁只眼闭只眼 采取默许态度 许清安再次审视小夫人 确实长得标致 气质柔柔弱弱 很能激起男人的战有欲 慕南枝频频用目光示意 询问许清安 如何处理小夫人 你丈夫欠那个猪二多少银子 小夫人抬头 窃窃地看他一眼 低声说道 三十两 三十两银子不少了 在京城 这是殷实人口一年的收入 而在富阳县这样的小县城 三十两银子足够买一个大宅子了 不过赌钱的话 就不能这么算了 如果小夫人没有骗人 猪二和赌方串通杀猪 那么三十两银子 其实是一分都没出 空手套白狼 套了一个娇媚的梁家小妇人 第九百一十九集 好诗 老汉低声说道 这个猪二 是县里出名昭著的大混子 与县长的那只 是败把子的交情 手底下养着几十号人 县里最热闹那片街 都要给他交保护费 不满他的人很多 但是害怕他的人更多 上头有县长罩着 可以无法无天 而且还很聪明 会有合理的手段 欺男罢女 许清安心里补充了一句 俗话说好人做到底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 你丈夫欠猪二的三十两 我们替你还了 你回去和你丈夫 继续过日子 二 契约不合律法 我替你摆平 但你要和你丈夫合理 事后给你一笔银子 你回娘家也好 去别处也罢 都随你 小妇人垂着头细声说道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哪还能回娘家 小女子是本地人 出了县 哪里去掏生活 许清安知道 她选择了第一种 当即给小妇人 留了三十两银子 牵着小木马和木南枝 离开老汉家 后续有什么问题 到县城最好的客栈来找我 老人家 酒不错 谢谢款待 两人一马走出小巷 渐渐远去 老汉目送他们离去 回到屋子 恶然发现 那位后生方才坐过的地方 留了一顶观银 老汉这辈子都没见过 分量这么足的银子 县里 某座三进大院 满脸横肉的猪二坐在堂内 脸色阴沉 朝着堂里的下属喝道 把那小娘皮给抓回来 给脸不要脸 以后就留在宅子里 给兄弟们泄火 逃不着媳妇的兄弟这么多 正好无尽其用 那小娘子的滋味 她已经尝过 猪二向来是个喜新厌旧的人 虽说契约里 并不容许她这样处置 但那脖子一贫如洗 别说三十两了 三两银子都拿不出来 这女人从今以后就是她的 她想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几个汉子吞了通口水 猪二很满意下属们的反应 认为自己的决定无比正确 极大的笼络了人心 这段时间以来 猪二觉得自己时来运转 这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一他在赌方赌钱 赢多输少 这里指的是没有出签的情况下 纯粹是手运滔天 二他经营的几个铺子产业 生意突然变好 红红火火 三原本态度不冷不热 一边收取贿赂 一边又看不上她的县太爷 忽然转了性子 与她称兄道弟 从赌场方面下套 榨干张脖子 而后以债务逼迫 把小娘子收入房中的主意 就是县老爷提点的 要不然呢 按照猪二的性格 他更喜欢霸王硬上弓 然后威逼梁家女子服从 县太爷不愧是读书人 想的法子滴水不漏 没有任何后遗症 四 手底下的兄弟们 对他愈发的敬畏 忠心 财力和势力 急剧膨胀的猪二 甚至动了去 雍州城闯荡的想法 比起雍州 主城 富阳县 这个小小县城 又算得了什么呀 嗯 猪二收敛 发散的思绪 思考着寻个怎样的礼物 送给县太爷 女人直接从选项里剔除 仙太爷会缺女人吗 银子也剔除 因为银子一直有送 且不够有特色 无法展现出他的心意 这是一鸣下属匆匆进来 二爷 张脯子和小嫂子来了 说是来还钱的 还钱 猪二一愣 差点以为耳朵听错了 陈生说道 让他们进来 恶请 走路一缺一拐的 瘦弱汉子 拉着一个滋容俏丽的 小妇人进来 小妇人怀里 鼓胀胀的紧紧护着 她脸上有几处瘀青 似乎刚挨过打 但依旧抱紧怀里的东西 不曾松懈半分 二爷 我们是来还银子的 张脖子点头哈腰 满脸缠妹 猪二没有搭理 而是看向小妇人 眯着眼 你跑哪儿去了 小妇人又紧了紧怀里的东西 有些畏惧 又强行壮胆的模样 我们是来还钱的 契约呢 银子呢 小妇人把布袋子取出来 里面装着三顶冠银 每顶十两 冠银不是普通百姓能用的 倒不是说没资格 而是面值太大 普通百姓一般用铜钱和碎银居多 哪来的冠银 猪二瞪眼大声问道 小妇人吓得一抖 张脖子连忙说 一个外乡人给的 当即他把事情说了一遍 小妇人回去后 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张脖子 张脖子当时的想法并不是还债 而是拿着银子去赌 但这个典荡出去的媳妇死命护着 他本就瘦弱 腿脚不便 一时竟抢不过来 只好妥协先来把人给赎回去 我也想着 有钱 猪二目光一转 忽然拍桌怒吓 贱人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趁我睡觉偷我的银子 把他们两个绑了 管到柴房去 张脖子夫妇脸色大变 哭闹着被拖了下去 关进柴房 二爷高明啊 张脖子哪来的三十两 说出去都没人信 必是从二爷这里偷的 二爷 那个小媳妇 一名下属露出垂涎欲滴之色 刚才猪二说的话 他们可是记在心里的 哼 急什么 人都关起来了 害怕逃走啊 猪二皱眉 训斥道 没出息的东西 你去查一查那个外乡人 看看是什么来落 能随随便便的拿出三十两 就能他们拿出三百两甚至更多 知道吗 县城最好的客栈里 许清安手里拎着一壶酒 刚温过的酒 让酒壶也增了几分暖意 王妃坐在桌边 手边也有一壶酒 酒里泡了姜丝香料 他酒量不好不坏 喝了几口后 脸蛋脱红如醉 倒是有了几分娇美 古来圣贤皆寂寞 唯有银者刘其名 好事 王妃大赞侧头看她 下面呢 许清安没好气的说道 下面没了 她慢悠悠的喝着酒 待会儿我去那个小妇人家里 瞅瞅 既然帮了 就帮到底 王妃感慨 其实不该管 这一路走来 我是一大堆 大家好啊 看大家在每天听完以后 都不知道听什么 给大家介绍一本 《我的老书最强气哨》 也是在头两年讲的 可能很多人也听过 但是没有听过的朋友 可以去尝试一下 《最强气哨》 看看那时候 跟现在有什么变化 也可以见证一下 一直以来 我的成长 如果想尝试一下的朋友 可以去搜索 《最强气哨》 那个可以够你们听一段时间了 这本书可以听好长一段时间 可以做一个过渡期 听完呢 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 自己现在听的这本书 存了那么多呀 好的 你们在喜马拉雅自行搜索吧 《最强气哨》 谢谢 第九百二十集 状告 刚来到富阳县 就遇到小富人跳水自杀 尴尬在于 他和木南枝还没找到下榻的客栈 因此按照许清安的打算 是先在客栈住下来 再解决这件事 但小富人会相信一个外乡人说的话吗 三十两银子在他眼里是巨款 事实上 的确算是一笔丰厚的财富 不拿出点实际的 光是口头承诺 人家根本不信 回头想不开又跳河了 怎么办 因此 提前给他银子是安他的心 等自己找到客栈 再前去解决 这种民间小纠纷 早已不能给 见惯大风大浪的许清安 造成丝毫的紧迫感 破事也是事 我曾经许过红约 约时间没有不平事 我管不了天边的事 但我能管眼前的事 许清安抿了一口黄酒 现在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 做好事并不能改变世界 就像当医生救不了国 想要世界少一些不平事 就得改变大环境 慕南枝单手脱塞 眼里闪烁着欣赏 因此 佛门的许红愿 才关系到果位 这段时间以来 他听许清安讲过很多事 包括各大体系的修行 不同 纯粹当故事听 大风第一美人 毫无疑问是冰雪聪明的 牢牢地记在心里 红愿越大 果位越高 但相应的 难度也越高 许清安忽然愣住了 他想到了一个问题 神书当年许的是什么宏愿呢 时至今日 他勉强看出一点神书的特殊 禅武双修 且都到了极高的层次 神书算菩萨还是罗汉呢 这是他从未思考过的问题 但不管是罗汉还是菩萨 都是无上果位 这样的话 肯定会留下痕迹 举个例子 某位苦行僧许红愿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比天下 还是巨欢言 那么 苦行僧必定要做出相应的举措 比如疯狂的盖房子 发展房地产行业 这样的话就会留下很明显的痕迹 如果能知道神书当年许的是什么宏愿 或许就能解开神书身上的秘密 了解他被分尸封印的内幕 三进的大院里 猪二眼睛骤放光明 负责打探的下属赞不绝口 战马是稀缺物 有钱也买不到那种 随着今年朝廷与无神教的战争 大奉军队死伤惨重 战马一下子变得更加紧俏 而在猪二眼里 值钱还是其次 关键是他罕见 用来送县令老爷正好 这年头 没人不喜欢马 尤其是豪马 猪二才因许久灵机一动 去 去通知离捕他 让他带几个兄弟 去山羊客栈 富阳县的黄酒确实不错 口感极佳 不懂酿酒的许清汉 只能猜测是水质或谷物的原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特色 离开富阳县的时候 买几滩酒带着 慕南芝抿着嘴乐滋滋的 对他来说 行走江湖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品尝各地的美食美酒 欣赏不同的风土人情 虽然途中会因为一些不好的见闻 让心情出现消极和不快 但那也是阅历之一 两人放下酒壶结伴出门 去处理小夫人的事 顺着楼梯来到客栈大堂 呼闻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四名快手 还有一群满脸横肉的凶悍汉子 冲进客栈 为首的中年男人 穿着黑色围底 香红边的捕头拆服 这身装扮实在太熟悉了 让许清安莫名的生起亲切感 中年捕头目光一扫 看向客栈小二沉声说道 今日是否有外乡人住店啊 殿小二立刻看向许清安和穆南枝 柴爷 他俩就是 中年捕头审视着许清安 有人状告你监污民女 跟我们去一趟衙门 我 监污民女 许清安觉得自己受到了巨大的污蔑 堂堂许淫罗 如果想睡哪家的小娘子 这小娘子会开心的不得了的 何须监污呢 监污民女 客栈里 食客们纷纷看过来 看到外乡人监污本地良家 食客们顿时露出敌事的表情 谁告我有评票吗 许清安很清楚衙门拿人的流程 说话的同时 他目光自然而然的 看向那群彪悍的汉子 看向其中一位衣着光鲜 彪肥体壮的男子 在许清安的视线里 此人缭绕着淡淡的金光 隐约有一道细小的龙影 盘绕游走 这让他又高兴又遗憾 高兴是因为出来这么久 终于见到一位龙器宿主 遗憾则是这位宿主的龙器 属于细散类型 不是那九道关键性龙器 那衣着光鲜的中年男子 黑了一声 我叫朱儿 便是我向衙门告的你 今天你在河边救了一名 十足落水的女子 可有此事 许清安汗手 朱儿悲愤道 你就是你 你以幻疑为由 将他带去了一个寡居老头的屋里 趁机将他给建屋了 他回家之后 向我哭诉了这个事 说着他看向中年捕头 李捕头啊 你要为草民做主啊 许清安恍然脸色冷峻的盯着他 原来你就是朱儿 硕套坑张脖子倾家荡产 儿虎霸占齐齐 逼他跳河自尽 我见他可怜出手相救 并给了他三十两银子还债 怎么 坏你好事了 嗯 张脖子的媳妇 在你那儿 他心里生起明雾 凭借龙气和气韵的聚合效应 他这一路走来 迟早会遇到那些龙气宿主 只不过时间尺度无法掌控 可能需要一年 可能需要两年 甚至更久 文言 堂内的时刻立刻就懂了 虽然这是个外乡人 但县里百姓 谁不知道诸二为人 谁不知道他和县老爷搭上关系 相比起他的话 大家更愿意相信外乡人说的 李捕头一脸公事公办的姿态 废话少说 跟我们回衙门 县老爷明察秋毫 从不冤枉人 突然高亢的马四声传来 伴随着残叫声 李捕头一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